掌声有请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行吗 没事 大家好 我叫罗宇 来自河南省收口市南城县 多大 我今年31岁 你有多高啊 我1米62 你为什么不装一个翼翅呢 我的残肢衣是比较短 二是对那个就是规胶套过敏 每天晚上就养着在床上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因为我从你的穿着打扮看 他应该是个很爱美的人 他牙齿上还镶了钻 是不是 你看我刚才说他牙齿上镶了钻 他潜意识离我离远了一步 对吧 你腿怎么回事 我的腿是三岁的时候被车撞的 那时候医疗技术不是很好 中间截了三次 截了三次 对 因为是夏天的时候 他一直都在感染吗 就尽可能地想保 对 但是没有保住 然后截得特别短 当时被压的时候 腿上的皮都没了 又把这个腿上的皮 然后给直皮过来了 就还剩这一块 三岁的时候 对 太小了 而且直皮的时候 就是活生生地从这个腿上 然后弄下了皮 堵在这个腿上 不打麻药的 所以这个痛苦已经很久远了 对 就是我上幼稚园的时候吧 并不是主的那个拐杖 我是那个小孩的那种自行车 然后三个轮的 我得上面坐着 然后就是另一条腿 然后支撑着地 然后让他朝前走 上到初中毕业 我基本上都是没有朋友的 我相信同学们也有很多 是同情他 愿意帮助他 但孩子毕竟是孩子 和自己不一样 他天性 他会在玩耍的过程当中 他是会排斥 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煮拐 我从上小学的时候 我爸给我做的一个拐杖 因为我们家是做电焊的 刚开始的时候是木式的 就是木头的 木头的 然后我老是煮着 老是就是老是断 我爸就用铁的给我焊一个 你应该也是一个特皮的人吧 你是一个特调皮的人 木棍煮两下就不行了 对 所以给你焊跟铁的是吧 对 铁的也不行 铁的也给多焊 要钢的 对 最后我爸就给我买了一种钢的 你看啊 你看一个挺漂亮 一个小姑娘煮一根钢管 就是一揉一钢之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肯定又有人看你玩笑了 说你铁管理 对 没错 因为以前我就是确实没有朋友嘛 后来我就在 在自己身上找了很多原因 我为什么没有朋友 我自己心里面就特别自卑 别人怎么可能给我玩呢 从那之后我就 想让自己变得开朗一些 首先你自己得先认清你自己 不管在别人眼里面 怎么看我 怎么想我 在我自己心里面 我就把我自己当成女王就行了 初中毕业之后 我爸一个人干活 然后养活我们一家嘛 我就想就是为家里面分担一下 做过超市文员 收银员 做过保险 在工厂里面打过工 还有在深圳那边卖过房子 反正做了很多很多工作的 就是哪怕我不能做的 我还要尝试着去做 就是一直都没闲着过 我现在是汉工 啊 你爸 我爸是汉工 但是我现在也是汉工 亚胡汉 不是 手把汉 那男人干的呀 那男人干的呀